另外在大台南市在57席市议员当中 民进党拿下了27席 现在又争取到两名无党籍当选人的支持 已经达到过半的席次 很有机会一举拿下政府议长 不过现在却传出 无党籍的现任台南县议长吴建宝 可能要跟国民党市议员谢龙介搭档竞选 虽然谢龙介立刻否认了这项传闻 强调国民党坚持干净选举 但是吴建宝还是很积极的 在争取各方的支持 甚至还传出他要向泛绿阵营挖墙角 连民进党也很担心有党籍议员会跑票 台南市长选举民进党赖清德 获得高达六成的选票支持 更喊出了完全执政 展现要进一步拿下政府议长的强烈企图心 日前要民进党27位市议员当选人 切下切结书 并争取到两位无党籍议员当选人的支持 达到国办实力 然而现在地方上传出 无党籍现任台南县议长吴建宝 可能和国民党是议员 谢龙介搭档参选 但谢龙介否认这项传闻 只要有金钱介入 或是说有胁迫的方式 我们国民党最后一定 就恐怕会放弃任何合作 谢龙介强调国民党 不可能走回头路 坚持选举手段一定要干净 虽然国民党只有十三席 但是立场绝对一致 那我们不排除推出议长加副议长 也不排除只推议长或只推副议长 任何可能任何组合 我们都可以有合作可以谈 由于这次选举无党籍抢下十七席 成为议会的第二大势力 吴建宝积极争取的动作 甚至传出向绿营挖墙角 对于企图拿下议会龙头的民进党 整田变数 唯恐党内有人跑票 郭吉吉争取议长提名的邱莉莉也表示 党绩是否有强烈约束力 使这次议长选举的关键 而民进党内表态争取的人选 还需要整合党团不排除先进行假投票 记得李水瓦孟昭权台南报道